大家好 欢迎您观察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25日星期日 我跟大家分享一篇短文章 这一段文章是国内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铁血先锋 也是一个网络大咖呀 今天就刚刚发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日中国和日本 单月抛售1878.7亿元美债 请听清楚啊 1878.7亿元美债 全球各国闻风而动 美债违约就在眼前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美债违约就在眼前呢 就是美国就受不了了 还不了 信用破产 好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 直接向美国经济 拖到了悬崖边上 从去年的特朗普政府开始 美元就开始大规模的放水 到了拜登政府 美联储依然在加班加点的印制美钞 迄今为止 美国政府为了刺激市场已经凭空拿出了近6万亿美元 然而 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复苏 反而开始出现倒退 美元在国际市场也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各国对美债也开始失去了信心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加入了去美元化的对列 而其中最令美国担忧的是中日两国的动作 中国和日本是美债的两大海外债主 手握超过2万亿美元的美债总额 因此中日抛售美债的动作直接引起来了全世界的连锁反应 7月17日 日本在5月份抛售上百亿美元 目前持有量已经从1.277万亿美元减持到1.266万亿美元 同一时间段 中国的减持幅度更大 达到了180亿美元 而且算上5月份 中国已经连续三个月抛售美债 换作人民币 中日在5月份已经抛售了价值1878.7亿元的美债 于是世界各国闻风而动 俄罗斯早就想要去美元化 目前俄罗斯已经卖掉了手上近97%的美债 同时还将国家福利基金中的美元彻底清零 此外 包括爱尔兰 卢森堡 巴西 沙特 德国等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美债减持 如今美元在各国的外币储量占比中 已经下跌至59.54% 为25年以来最低 各国大规模抛售美债 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紧张 美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称 最早在今年8月美国就可能会出现28万亿美元的债务违约 而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就要来了 这以上的呢就是这个大卫所写的这件事啊 他基本上就是报道了这件事 那我呢就是想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呢仗着是全球都使用这个美元 是一个国际结算的一个货币 也是各个国家呢储存的货币 他就肆无忌惮的说实在的 你不可以就这么随便的印钱 对吧 你自己需要钱你就印钱呀 印完了钱以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去拿着你印出来的这个啊 就去换我们的东西 我们辛辛苦苦的 然后生产的这些东西 你就换去了 就等于说拿一个纸 然后换回我们的东西啊 其实这纸币是什么 其实这纸币就是个借条 原本它产生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个借条 对不对 最初的时候呢 人们都是误误交换 说呢我这手里面呢有笔 然后你呢需要笔 然后呢我就给你一个笔 我也不能白给你一个笔啊 对不对 那我给你一个笔 我得看看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就觉得说 哎我这支笔 我从你们家再拿一个什么东西回来 就等于我这支笔 那我有可能呢到家里面说 哎你这呢有一管这个擦手油 然后呢哎我就想换这根笔 然后你可能说哎我们家的擦手油 比你这个笔值钱啊 你可能就是说呢 我还不舍得跟你换这一支笔呢 那怎么办呢 他俩不等价怎么办呢 或者说呢 你说说我给你这个擦手油可以 然后呢你再给我一支笔 你给我两支笔 我给你擦手油 或者说呢哎我家里面这擦手油呢 还有一个我用了一半的那擦手油呢 那我给你 对不对 然后呢那我们俩就扯平了 我给你两个笔换一个擦手油 或者说我给你一个笔换半片擦手油 对不对 这样就扯平了 但是你并不是说呢 你每一次说哎你需要我的这支笔 但是你们家就是全家里看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需要的呀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有可能就是说呢 哎那我拿了你一支笔 我就跟你说我欠你这一支笔等价的东西 对不对 我就欠你这么一个东西 我就给你一个欠条 这个欠条呢就等于这支笔 好你就欠我这一个 那下一次的时候呢 你家就不需要这个笔 然后呢你也不需要我家的任何一个东西 但是呢我又需要你们家的一个东西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拿着你这个欠条就还给你 然后呢你把那个东西给我 这个纸币呢其实就起了这么一个临时 等价的这么一个相当于欠条 它又有价值是一个纸的东西 它又有一定的价值这么一个东西 你美国你等于说呢自己印了一堆这玩意儿 然后呢就给别人 然后你就得给我东西你自己写的 并不是你之前说拿一个笔换来的 而是你凭空你就印出来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去换人东西 那你凭什么呀 对不对 那我上一次你给我写了一个欠条呢 一支笔的那个欠条 我去到你们家去换回来其他一个东西 然后我自己又写一些 哎给你 然后我换你们家一袋面 那你能给吗 那你肯定不给呀 是不是 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美国老是这样 等于说就是剥削别人 我们就管它叫割韭菜 你老这样的话 全世界其实都不想忍受你这个了 而且呢你美国你动不动的还说 因为这个全世界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流通的体系 你动不动的说 哎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或者是你不随我的意的话呢 我就制裁你 我就不让你用了 那你就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体系当中 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这种经济活动 对不对 或者说呢你自己制定一些规则 说谁是谁 你就不可以跟他做生意 你要跟他做生意 我就不准你用我这个美元 更霸道的呢 就是谁是谁 你不可以跟他做生意 你要跟他做生意 我就罚你 我就罚你 我罚你上亿啊 或者是更多 对吧 美国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让这个天下是越来越不服他 越来越苦美久矣 就像这篇文章里面的所说呢 现在中国和日本 倒不是说中国和日本 连起手来 来对这个美国 但是这应该就是凑巧了 对不对 日本和中国呢 是手里面 有美债最多的两个国家 那当你美国 你老是这么做 老是这么做 你成万亿的印这个钱 然后你这个钱呢 到时候崩溃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呢 就是日本和中国 他不约而同的认为呢 根据这个作者所说的 这个如果说日本和中国 这一个月 这两家合起来 就抛售了1800多亿 1800多亿 那很快美国就还不起 他要还不起的话呢 那他就违约了 那违约怎么办 违约就会失去信誉 失去信誉怎么办 失去信誉 人们就不再买你这个美债 你信誉破产 大家有可能全都来挤兑这个美债 那你美国呢 就垮掉了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担心美国的垮台 有多少人盼望美国的垮台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数 对吧 这个呢 我就不继续往下说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